诡异森林含有致命病毒 一旦能踏入 不需要多久 就会变成可怕的怪物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却有两个人生活在这里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全面 我是穷哥 今天我们来说一步 悬疑精神电影 盖亚 说实话 这边感觉有点神叨叨的 影片开场 一组鬼的镜头 将我们拉向了 原始丛林这片恐怖之地 女主加比和同事 黑龙小哥 正在这片丛林 进行例行巡查 这是他们作为 看灵员的基本工作 不过 现在的女主 女主还可以用无人机到处飞 至少比以前的巡查方便很多 不过在巡查某一片区的时候 女主发现了异常 然后让无人机飞下去 一直往前 最后看到一道鬼异人影 人影似乎在靠近无人机 随后发明一黑无人机坠机 女主说无人机应该就在 两公里范围内 那边好像有人 本来黑人小哥说 这里还有四个摄像头 要检查 不要耽误时间 但女主执意要进去 女主说 她只想收集他们的垃圾 不留下 他们入侵 原始自然的痕距 到时候 再下一个山谷碰面 果然是胆子大 要是我的话 肯定不敢 轻易踏入这种地方 随后 两个人就分开了 女主继续寻找无人机 但走着走着 似乎迷路了 这就很尴尬 不过 女主似乎 看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另外一边 黑人小哥 则在检查监控 不过在替换 其中一个监控的时候 发现 摄像头位置 似乎被泥土给抹上了 很像是最近才做的 正当她感到疑惑的时候 听到了女主的尖叫声 她急忙跑回到床上 拿对讲机 没有想到对讲机 掉到了水里 原来女主之前在行间的时候 不小心迷路 然后查看地图的时候 本想联系黑人小哥 但因为对讲机 没有放在身上 所以一直无人回应 最糟糕的是 她的脚还被陷阱给戳伤 那尖叫声 就是女主的 现在女主真的是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得亏她足够干 拔掉了金翅 然后在这片恐怖的森林中 寻找着 更唯一鬼的是 之前天还好好的 瞬间就按了下篮 那发光的包子 在空气中飘着 多么的美丽多呢 可又那么的致命 黑人小哥 正在拼命寻找女主 不如一个水潭 好不容易上来后 她总感觉 身边有声音 似乎有人 可是用手电筒 照射后 却什么也没有 但真的没有吗 当她不小心摔倒 看到那恐怖的生物 吓得连连后退 这到底是个啥东西 更加恐怖的是 在黑人小哥 都在一棵树后面 无数的更需 竟然慢慢向她伸来 而女主的运气 则好很多 虽然受伤 但滴滴撞撞 找到了一个木屋 木屋看起来 似乎废弃了 她就躺在这里 不知道是因为 受伤太累 还是受到了惊吓 女主很快就睡着了 然后她做了一个 奇怪的梦 随后 有两个全身 涂满泥巴的男人出现了 得亏他们的语言相通 两个人没有伤害女主 长虎子的男子 叫巴兰德 另外一个是她的儿子 女主和他说了 自己是护理员 负责看守这片森林 大树并没有为难他 不仅帮他包扎伤口 还请女主吃饭 当然吃饭前 还有祈祷 虽然这食物看起来很有营养 不过却难以下口 第二天清晨 小哥在为女主处理伤口 是对女主非常好奇 按照他老爹说的 这小子从小就生活在这里 估计除了妈妈 没有见过其他的女人 对女性非常好奇 不过 鬼的是女主做梦 闷到了自己的手上 长出东西 她害怕的想要弄掉 结果发现 只是一场噩梦 随后女主用对讲剂 联系黑龙小哥 没有想到 那头真的传来了声响 只不过 黑龙小哥的情况 似乎非常的不好 话还没有说完 就没声了 所以她想要在屋子里 烧火弄出浓烟 万一黑龙小哥看到 指不定就能找到这里 没有想到 这几种在大树看来 是禁忌影 女主则说 我听到了对讲剂那边 传来了声音 大树说 我明天带你去找 可为什么不是今天呢 显然森林里 有他忌惮的东西存在 在几轮道交谈中 我们也知道了 大树的妻子去世了 好像是患了什么重病 最终 他们回到了以前 他们杜明儿的地方 也就是这里 他的儿子 很有可能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当然大树 也是位卢德分子 他反对现代世界 以及先进的技术 他们相信森林中的神 神就在他们脚下的树根之中徘徊 终于有一天 神将收醒 人类会受到惩罚 女主听到这些奇怪的言论 肯定不单一回事 当然最悲趣的还是黑人小哥 身上不断有东西长出来 模样异常的诡异 夜里女主正在熟睡 将被大树捕出的嘴巴 原来森林中的怪物来到了屋外 大树说 只要不说话 对方就发现不了我们 可这模样确实有点像了 空气中还有包子在漂浮着 这怪物就像是一个人 头上长满了蘑菇 但显然个人的样子完全不一样 在他靠近女主伸出舌头的时候 父子俩在背后分分钟将他给KO掉 发现女主的身上有血迹 父子俩赶忙帮他处理 似乎这种怪物会传来一般 某次当大树看到儿子和女主 在玩手机的时候 愤怒不已将手机给砸了 你这也太空了吧 好歹是别人的手机 不过从这个表现也可以看出 大树有多么敌视现代产品 之前我们不是说了 父子俩相信 森林的地下有伤 他们经常会来带个树洞前 然后做一些类似兴趣的仪式 从树洞中会长出蘑菇 只要吞服这种蘑菇 就不会被恐怖的包子所入侵 最终变成那种闲尸着落般的怪物 女主也在屋中找到了一份笔记本 里面记录着大树的一些观点看法 反正我对这些是不感兴趣的 很快大树准备带女主离开这里 可在路上女主发现了黑龙小哥的手电筒 他不听大树的劝说准备去找 可女主前行的方向是那些东西生活的地方 但女主不管不顾 直到他看到了被囤画差不多的黑龙小哥 此时的黑龙小哥还剩下一口气 但他不想这样活下去 这样简直生不如死 如果不干掉他 最终他也会变成在森林中游弹的怪物 在干掉黑龙小哥后 四周突然响起了声音 大树急忙拉着女主跑 最后又回到了屋子里 你们这还逃了个寂寞啊 比起父子俩 女主的身上开始长东西 数量越来越多 有时候甚至从耳朵里面长出来 或许是因为对女性的好奇 大树的儿子和女主的关系比较近 有时候晚上大树会出门 女主希望你爸爸去哪里了 原来此时的大树正在和神沟通 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指引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神和大树说了什么 大树似乎很反对 但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某次女主和小哥在外面意外找到了惊恐器 然后将内存卡给带回来 偷偷的将杂坏的手机给组装了起来 他想要看看拍到了什么 不过这型号好像也不是诺基亚 因为诺基亚摔到地上组装起来 这样能用 在内存卡中 女主看到了那些怪物 当然也看到了大树 对于大树所说的神将惩罚 是人一类的言论 女主希望父子俩能给自己看看 比起身上长满奇怪的植物 她更害怕未知 所以网上父子俩为女主进行的仪式 她似乎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 在这里看到了一颗大树 当她用手抚摸的时候 手都木划了 当然也看到了一些比较内涵 隐喻比较深的画面 虽然不太明白意思 但女主显然知道这里并不安全 精神突然的大树 和森林中的怪物 谁更可怕 女主很多次都和小哥说 外面的世界如何如何 甚至想要带她出去 某次她抓紧了机会 本想带着她离开 却被大树给挡住了 然后她对儿子说 女主会努力你 会让你工作 然后吃掉你 女主的甜言蜜语和父亲的恐吓话语 最终小哥还是回到了父亲的身边 去接受他该做的事情 当然女主也不会看着小哥就这样死去 所以也偷偷的跟来了 不过头重 女主还是撞见了不少 已经变成挂斗了 得亏女主即使赶到 不让小哥即使想反抗都无能为力 最后反而是父亲自己被献击了 当他祈求神出于解药的时候 神却毫无反应 而女主和小哥回到了小屋中 女主担心感染了 他也没有办法回去 更拿不到解药 他和黑龙小哥这种现代社会的人 注定是死亡的 但小哥却没事 等女主已经完全变养 小哥和他道别 然后来到了现代社会 但他在家餐馆吃东西 剩下的食物竟然快速变质发眉 我想之前大叔说的惩罚可能来了 影片的最后一幕真的烂人毛骨手蓝 虽然故事拍得神叨叨的 但在影片开始的一段时间里 我们甚至能够感觉 人类在大只蓝面前真的是微不足道 而恐惊的极限和人类的终结 或许都是大只蓝母亲带来的 也就是大叔口中的神 因为他相信森林中的孢子 能够将人类变成一个真菌怪物 只有听从大只蓝母亲的话 才能得到解药 电影中有些画面很精美 但这些美丽的背后 却有可怕的意象 甚至还凸显了现代人的焦虑 如果我们一直在破坏环境 汲取资源该怎么办 我们已经消耗地球太久了 或许迟早地球会反过来吞噬掉我们 只要一场包子灾难就可以了 有点阴灭的感觉 但这部电影相对简单直接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